很多時候 第一樣東西 大家都知道 今年這裡有一粒叫做狗子星 狗子星在哪裡 東北邊 東北邊狗子星 當然是放狗子玫瑰花 或者一些狗見和桃花有關的東西 來提升你自己的桃花運 好了 大家首先知不知道 狗子桃花星真實是什麼 其實是一粒結婚星來的 是一粒結婚喜慶星來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是有男朋友 或者有女朋友 我很心急 很想吹動一下 今年一定要嫁得出的 那你狗子桃花星這個幫到你 但如果不是的 阿星Sir 我未有的 我未有桃花的 那是不是照吹狗子桃花星呢 那你一條鑰匙不會響的 講到明這個是結婚喜慶星來的 那你是不是不應該先搞這個 搞了第二個位置先 那搞哪個好 這個位置 原來這個位置就是一粒 一百的貪狼星 那也是一粒桃花星來的 好了 那所以來講 首先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桃花的能量 在這個位置 桃花 原來呢 子五毛有呢 我們有四桃花 子就是屬老鼠 毛就是屬兔 是吧 有馬 是不是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屬雞的 那麼呢 今年這個位置 擺一隻彩色 或者色彩繽紛的馬 在這裡呢 跑著 這樣呢 馬上有桃花 它的意象非常之好 那第二件事 記住 因為這個位置是一粒桃花位置 你呢 必定要提升自己的桃花能量 發放一些好的能量氣場 那次買賣要什麼質地 哦 沒所謂的 採飾你的桃池也可以 膠也可以的 或者你的木雕出來 柔柔也可以的 所以來講總之是採碼就可以了 那第二件事 能量性的桃花蠟燭 我經常都會建議客人使用 因為呢 這個提升自己本身的桃花能量 還有一件事 最重要是有吸引力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位置 設計要處理好 那這個位置 是不是放了這兩件事 就立刻合作呢 你要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位置 一定要先乾淨 乾淨其理 不要說放這些東西 但是旁邊 有一大堆報紙 雜誌 然後呢 就有很多古靈精怪的食物 又放了一些衣服 這樣呢 就會影響你的桃花星 所以呢 首先一件事 要處理桃花的位置 一定要簡潔乾淨 還有呢 視覺上看下去 是要寬和大 那這件事就知道了 好了 那麼其次來說呢 就在這個西邊 西邊呢 原來呢 是屬對掛有金 那麼今年呢 這裡呢 又有一顆叫白白菜星 那麼原來在這個 紫五號有四個點位置 這個都是屬於一顆桃花星來的 那麼所以來說 我都幾建議 在這個位置 增強一些桃花的能量 那麼有些什麼先天那件東西 有能量的 是吧 你永遠有能量 才可以發揮到那種功效 那麼水晶 水晶球 那麼 我相信有很多 男士們 女士們 都很喜歡玩水晶的 現在 那麼如果買水晶球 我都幾建議 在8cm以上 即是800mm以上 那麼或者呢 有些手串的 那麼如果你自己本身 真的有些水晶的手鏈的 我都幾建議 放在這個位置 那麼在這個西邊這個位置 那 增強你自己的能量 好了 跟著呢 你會看到 這個西北位 西北位呢 原來呢 是屬於一顆叫做 偏桃花喔 偏桃花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什麼 原來呢 就是說 我呢 就現在呢 就跟一個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在拍拖 但是呢 又好像不太合咬 不如 我現在想 轉換一下新環境 認識一個新的喔 這樣呢 就要吹動一些偏桃花 就是簡單來說呢 就很容易介入一些第三者 但是有些人 也都是很需要的嘛 因為他希望可以選一個好的嘛 所以呢 金糖都會教一下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位置呢 就是屬西北邊來的 所以呢 適宜放一些金 真是金 三條九就行 四條九就行 或者是銅的喔 花形的物件 放在這裡 那就加一個藍色的花瓶 插在那個花瓶裡面 如果在這個位置 可以配合到呢 最好呢 就是這個六數 六支的 六支 那麼這個六支呢 它是回到本身這個工位的 好了 那麼我們處理了這些時候呢 當然呢 要對應回自己的生肖 是吧 那麼你會看到了 原來呢 十二生肖有不同 那麼如果你說 嘿 我呢 又要重點處理下 我自己的一個桃花聲 那麼譬如 我是屬兔 我是屬雞 那麼重點就是這個位 那麼如果不是喔 我是屬鼠屬馬 重點就是這個位 那屬龍屬蛇屬狗屬豬 我重點就是這個位 好了 那麼我如果屬虎屬牛屬羊屬 那我重點這個位 那麼如果這個位 剛才就說 是結婚喜慶聲來的 但是我現在又沒有桃花 那麼你這個位 都要保持簡潔乾淨 那麼如果你說 咦 我們有桃花了 我想吹過我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結婚的時候 就教大家一個方法 這裡加個花 但是這個花呢 都是泥種 千萬不要水種 第二樣東西 買個雙喜 你結婚的那個雙喜 而這個雙喜呢 左邊就要寫你男朋友的名字 右邊就要寫女朋友的名字 貼在這個位置 增強這個位置的能量 那麼如果你說 你反過來 我暫時沒有 那麼你照貼這個雙喜 這樣就隔離寫你心儀的目標 對峻的特性 比如我要有錢的 高大的 威猛的 懂得保護我的 那麼你會寫一些 你想找一個男朋友的對象 寫在這個雙喜的位置 都可以增強這個位置的能量 那麼我們要知道 這幾個是怎樣 好了 嗎 好